各位同学大家好 我是李永乐老师 我们知道在5月21号的时候 我国的一颗月球中继卫星 雀桥上天了 而且发射到了第一月轨道的拉格朗日点L2上 有同学就问我 这个雀桥到底是干嘛用的呢 这个拉格朗日点又是怎么回事呢 今天我们就来说一下这个问题 为了系统了解这个问题 我们首先从中国的登月计划叫做这个嫦娥工程说起 嫦娥我们都知道是谁 是吧 嫦娥是一位传说中住在月亮上的女神 那我们的嫦娥工程主要的目的就是为了登月 它在2004年正式开始实施 一共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就是无人登月 第二个阶段就是载人登月 第三个阶段就是在月球上建立我们的基地 那我们现在还处于第一阶段 无人登月的阶段 我们在2007年的时候发射了第一颗月球探测飞行 嫦娥一号 嫦娥一号的主要功能是绕着月球进行飞行 绕月飞行 当它的服役期结束了之后 我们让它撞到了月球表面 就是撞月 这就是嫦娥一号的过程 然后我们在2010年的时候发射了嫦娥二号的备行 嫦娥二号是嫦娥一号的备行 所以它们两个是一样的 它的功能也是首先绕月 但是绕月结束之后我们并没有让它撞到月球上 而是让它飞到了日地的拉格兰日点 日地的拉格兰日点L2 那这个点我们一会介绍一下是什么意思 飞到这个点之后我们继续让它向太空探索 现在它已经成为一颗太阳系的行星了 进行太空探索 预计在2010年左右 嫦娥二号会重新经过地球附近 那么我们在2013年的时候发射了嫦娥三号探测分星 嫦娥三号的主要作用就是登月 嫦娥三号在月球上进行了软着陆 并且还携带了一个月球车 大家还记得叫什么吗 叫玉兔号 玉兔号在这个月球表面工作了三年多 现在已经退役了 这是人类自1973年苏联登月携带的一辆月球车之后的 40年之后的第二次携带月球车登录 好 那么我们下一次就是在2018年年底 也就是今年年底 2018年年底 我们会发射嫦娥四号备形 嫦娥四号是嫦娥三号的备形 所以它们两个的结构是差不多的 但是嫦娥四号也是要登月 只不过它要实现在月球的背面登月 月球的背面进行登月 我们知道月球由于地球和月球之间有相互作用 所以苏联的一种叫做潮汐锁定的东西 月球总是一面朝着地球 月球的背面有什么呢 人们有很多的猜测 虽然我们也曾经看到过月球的背面 但是到目前为止 人类还没有任何一架飞船能够在月球背面登陆 如果我们登陆成功的话 那就是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次了 它要想实现在月球背面的登月 就有一个很大的困难 那就是通讯 我们如何对这个卫星进行指挥 需要靠电磁波进行通讯 但是月球会把这个电磁波信号挡住 穿不过来 于是怎么办 我们就需要一个中继卫星 这个中继卫星就是在2018年5月21号发射的这颗卫星 中继卫星称之为雀桥 雀桥 这个雀桥到底是干嘛用的呢 就是说大家看这是地球 这是月球 对吧 我们现在要在月球的后面登月 我们要在这儿登月 那么跑到这儿来之后信号过不来 于是我们先在地月的延长线上的某一个位置 这个位置我发射一颗卫星 发射一个卫星之后 我的信号可以从地球表面打到卫星上 然后我再回传给我登月的这个卫星 这样一来我就可以实践他们之间的沟通了 对不对 所以中继卫星的作用其实就是为了进行通讯 好 那么有同学就问了 说你这个中继卫星我知道是怎么回事儿了 但是它这个点叫L2点 这L2点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要了解这个问题 我们就得系统的说一下拉格朗日点了 拉格朗日点 拉格朗日是法国的数学家和天体物理学家 他对于很多天文学的问题又很深刻的研究 这个拉格朗日点到底是怎么回事儿呢 我们首先要先研究一下太阳和地球这个系统 太阳和地球 大家想一想地球可以围绕太阳做圆周运动 地球为什么能围绕太阳做圆周运动呢 那是因为太阳给地球吸引力 同时这个吸引力提供了地球圆周运动的向心力 吸引力刚好等于向心力就做圆周运动 当然严格来讲应该是一个椭圆运动对吧 现在假如我们想发射一颗卫星 这颗卫星能够靠太阳和地球的外游眼力 也跟着地球一起旋转 这个卫星应该发射到什么位置呢 换句话说我们能不能找到这样一个点 这个点我放一颗没有动力的卫星 而这颗卫星能够在太阳和地球共同眼力作用下 随着地球一起转动呢 有没有这样一个位置呢 人们在研究过程中找到了这样的位置 比如说著名数学家欧拉就找到了三个这样的位置 称之为L1 L2和L3 这三个位置分别在哪呢 首先说L1 L1就在太阳和地球连线上的某一个点 这个点叫L1 我在这里如果放一个没有动力的星球 或者没有动力的卫星的话 它就会随着地球一起转动 为什么呢 这是因为在这个点的时候太阳会给它一个眼力F1 地球也会给它一个眼力F2 但是太阳的眼力大地球的眼力小 所以它们两个一做差 这个差值刚好可以维持眼中运动 于是这个点它就会随着地球一起转圈 这个叫L1 L2点是什么点呢 L2点就在地球的外部 这个点叫L2 L2点它会受到两个力 一个是太阳的眼力F1 但是这个F1比这个F1要小一些 还有一个是地球给它的眼力叫F2 这两个力加起来就可以提供这个点星球的向心力 所以它也可以随着地球这么一直转圈 第三个点L3在哪 在太阳的另外一侧的这 它不是严格地在地球轨道上 而是在地球轨道的附近 我们这里就把它画在这个位置了 是L3 在L3这放一个行星之后 这个行星会受到太阳的眼力F1和地球的眼力F2 这两个力加起来正好可以提供它的圆周运动向心力 所以它也能够呆得住 这三个点是欧拉提出来了 后来这拉格朗日又计算出两个点 这拉格朗日计算出了L4和L5 L4在哪儿 L4在太阳和地球连线为边长的正三角形的顶点上 也正好应该在这个园上 这个叫L4 说这个点为什么也能带得住 原因是因为在这个点太阳对它有眼力 地球对它也有眼力 而且这些两个眼力大小 正好是与太阳和地球的质量成正比的 所以它们两个叫合力其实是正好指向了谁 其实是正好指向了太阳和地球这个系统的质心 所以它还是可以跟着太阳和地球这么一起旋转的 这就是L4点 L5点大家知道了吧 就是底下这还有一个点 这叫L5点 这个两个点是拉格朗日发现的 我们把这五个点合起来就称之为拉格朗日点 那么刚才所说的L2在哪儿 就在这儿 你太阳和地球系统有这么五个拉格朗日点 其实太阳和木星也有这五个拉格朗日点 地球和月球也有这五个拉格朗日点 只要是一个双星系统它都存在这样的五个拉格朗日点 而且这五个拉格朗日点它都有不同的特点 比如说这个L1L2L3它其实是不稳定的 它其实是不稳定的 什么叫不稳定呢 就是你在这里放一颗小星星或者卫星 它的确可以随着地球和太阳一起转圈 但是如果有一点干扰 它往前或者往后靠的一点点 它立刻就会天地回答 这三个点它不稳定 那么很多人比如科学小说里经常会说 说这个L3点太阳背面有一个什么样 北地球 这个地方有一个假的地球 上面有个假地球人 这科学小说里经常写的 因为我们在太阳的另外一侧 所以我们看不见 这是科学小说 还有一些比如说像L2这个点它有重用 L2这个点因为它一直处于太阳的另外一侧 比较好控制 比较好维修保养 所以它经常来放望远镜 在这个点放个望远镜 那么我们刚才所说到的月球的这个长度2号 它就是飞到了日地的L2点 到这儿转了一圈 转完了之后它就走了 回到太空里面去了 那这两个点就更有意思了 L4和L5 这个L4和L5这两个点它是稳定的平衡点 它是稳定点 也就是说假如你在这里放一颗卫星的话 就算这个卫星因为某些原因稍微偏离了一点 它也并不会离得太远 而是会绕着它做一个像蝉豆一样的形状的转动 它会在这里附近转移 所以这个点就很有可能会存在小行星 人们经过观测发现在太阳和木星的系统中 这是太阳和地球 但是在太阳和木星的系统中 L4和L5点都有小行星带 这就是在日木系统中 日木系统中有这个L4和L5点的小行星带 这个小行星带称为什么呢 称为特洛伊小行星带 为什么叫特洛伊呢 咱们都知道特洛伊战争是这个神话里面的一个战争 这个日木的这个系统里面的L4和L5这两个点 它这两个地方有2000多颗小行星 人们最开始观测到的时候就把其中一颗行星命名为阿基里斯了 阿基里斯就是古希腊传说中的一位英雄 对吧 后来看得越来越多干脆咱们就都命名为特洛伊战争里面的英雄好了 而且在L4这个点命名为希腊群 里边的小行星按照希腊人物来命名 这边叫特洛伊群 特洛伊群里边的人物按特洛伊的这个战士的名字来命名 那么之所以这两个地方会有小行星带 就是因为它的平衡是一种稳定的平衡 不仅如此 太阳和地球系统有L2点 同时地球和月球系统也有L2点 因此你在L2这个点放一颗卫星有一个好处 那就是它会受到两个引力 一个是地球的引力 一个是月球的引力 你靠这两个引力就可以维持圆周运动 于是这颗中继星就会随着月球一起转圈了 如果你不放在这个点呢 如果你不放在这个点的话 你还要额外的提供动力 这样一来你的燃料就会不足了 就是这样一个问题 刚才我们说的问题其实就已经涉及到三个物体了 这三个物体分别是太阳 地球 小行星 或者地球 月球 中继卫星 那么这三个物体之所以我们比较好解是因为什么 是因为地球和月球它质量非常大 而中继卫星质量非常小 或者是太阳和地球质量非常大 小行星质量非常小 那么假如三个行星质量差不多大 这种问题怎么求解呢 它就称之为三体问题 三体问题是历史上一个非常著名的复杂的问题 那么在欧拉和拉格朗日研究出来拉格朗日典之后 有一个瑞典的国王 这个瑞典的国王他非常爱好数学 这个瑞典国王叫奥斯卡二世 在奥斯卡二世他就说 谁能够解决真正意义上普遍的三体问题就拿奖金 后来这件事有没有人解决呢 有一个拿了奖金了 就是在1888年的时候 法国的一个数学家名字叫庞加莱 庞加莱 庞加莱通过细心的研究拿到了奖金 但是庞加莱并没有解决三体问题 他给出答案是三体问题非常的复杂 三体问题非常复杂 后来又经过很多的数学家共同努力 人们发现三体的问题是不可求解析解的 是不可求解析解的 咱们没有办法把解析解给找到 什么叫解析解呢 就是我们能不能用一个方程式 把它的这个规律给表示出来 知道它任意的时刻在什么位置 这个事找不到 那既然是不可求解一解 我数值解行不行 庞加莱就说数值解当然是可以的 你可以通过计算研究出一段时间之后 这个系统在什么位置 但问题是在通过数值解的时候 你会发现它会出现一种叫做混沌的现象 什么叫做混沌呢 所谓混沌呢 意思就是说 假如初始条件一点点的变化 最后结果可能会差别非常大 如果三个五体彼此在万有野力作用下进行运动 那么假如因为外界的影响某些原因 这个初始条件速度 位置的变化了一点点 那么整个系统的变化就会非常非常大 有一句著名的话怎么说的 说在南美洲有一个蝴蝶扇了一家翅膀 在北半球就引起了一场农卷风 这其实就是对于混沌最直观的一个认识 正因为混沌的问题无法求解 所以才使得三体问题成为一个著名的难题 刘思青的小说《三体》也是构建了这样的一幅情景 大家如果喜欢我的视频 可以在西瓜视频和YouTube帐号《定龙老师》里关注我